公元1643年农历八月初九夜 清朝的第一位皇帝 清太宗黄太吉在这座清宁宫突然驾崩 终年52岁 在这天的白天 黄太吉还在崇正殿接见了前来献马的蒙古族 土莫特部落贾喇张经大诺尔布和小诺尔布等人 而后又同皇后哲哲以及其他妃子 在这里召见了远嫁查哈尔和科尔沁蒙古的几位固伦公主 并挑选了最好的绸缎赏赐给了几位固伦公主 这一天 黄太吉的神情并无多少异常 可是当夜 他却在清宁宫的东暖阁去世 这种离奇的死亡让人浮想连天 关于黄太吉之死 史书上只简单地记录为 夜无疾 作难他而崩 黄太吉一向身体很好 史书中没有留下他太多的生病记录 他有十五位后妃 十一位皇子 十四位皇女 再位十七年 为什么黄太吉会突然暴毙呢? 民间传说 黄太吉是被他的弟弟瑞亲王多尔滚毒杀的 那么 多尔滚为什么要毒杀黄太吉呢? 一种说法是 在清太祖努尔哈赤去世后 黄太吉等四大贝勒逼迫大妃阿巴亥为努尔哈赤殉葬 阿巴亥正是多尔滚的母亲 当时多尔滚只有十二岁 多尔滚从那时起就对黄太吉产生了怨恨 另一种说法是多尔滚与黄太吉的庄妃大狱儿一直有着说不清到不明的关系 正是由于他们两人的关系暧昧 害怕被黄太吉发现 所以才联手毒杀了黄太吉 黄太吉一死 多尔滚便能掌握清朝的军政大权 那么黄太吉到底是不是多尔滚和庄妃给害死的呢 其实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首先黄公大内戒律森严 多尔滚是没有机会进入到内宫的 她与大狱儿有暧昧关系也是传说 在实际上是不可能发生的 再说 历史上的庄妃是一位十大体雇大局的女人 她有三女一子 她的儿子弗林后来继承了黄太吉的皇位 她绝不会为多尔滚而冒着母子被害的风险 去毒害黄太吉的 而且在黄太吉驾崩之后 多尔滚也没有称帝 反而是弗林继承了大统 如果多尔滚真的毒害了黄太吉 她还敢将自己的侄子扶上帝位吗 她难道就不怕弗林长大后会报复她吗 既然排除了多尔滚毒杀的可能 那么黄太吉之死就只有一种可能 使她的身体确实出了问题 一些史学家认为 黄太吉之死与陈妃海澜珠有关 海澜珠是黄太吉最宠爱的妃子 在黄太吉登基称帝之后 刚入宫一年多的海澜珠就被册封为了东宫大福尽 地位仅次于中宫皇后 在陈妃生下子后 黄太吉立即大赦天下 这意味着黄太吉将海澜珠之子作为了她的继承人 因为黄太吉所有的儿子中 只有海澜珠之子享受到这个待遇 可惜的是 这个孩子过早地夭折了 不久 海澜珠也去世了 海澜珠之死令 黄太吉悲痛不已 她甚至痛哭了七天 在此之后 黄太吉的身体便每况愈下 史书记载 松锦大战时 黄太吉抱病带兵从圣经前往前线去救援 那么黄太吉是病死的 史书为什么不记载呢 原因也许就是 黄太吉是因为一个女人而死的 这种死因对于帝王来说太尴尬 有损于黄太吉英明神武的形象 对这种解释 您认为有道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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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认为有道理性的